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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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我是小莉 今天是我隔离的第五天了 现在应该是第七天 唉 太惨了 我的隔离时间可能又延长了 我家在吉林通话 吉林通话在今年过年的那段时间吧 就爆发了一次比较严重的疫情 所以呢 一直到现在管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昨天我们添了一个 就是统计你这14天隔离结束之后 要去哪的单子嘛 那我想那我就先跟我们家那边的社区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我们家那边的隔离政策什么的 我打电话给社区之后 他跟我说 嗯就算我现在已经在上海隔离了14天 然后到了通话之后 马上又要在酒店隔离7天 正常在上海的话 你隔离完14天之后 你就要居家隔离个7天就好了嘛 但是在通话的话 你还是要再集中隔离7天 然后再居家隔离7天 而且我的居家隔离 它的要求是 你必须要一人一间 你隔离的时候 你家里是不能有其他人的 就等于跟集中隔离差不多了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在上海隔离完14天回通话的话 我还要面临着14天的集中隔离 所以我现在我就想说 那我就在上海再待7天 那等我的那个就是 这边上海的隔离结束了之后 我再去了解说 回家还需不需要再隔离 哎就是我现在的隔离时间又变长了 哎脑瓜疼啊脑瓜疼 我有许个铲子 哎我现在就感觉每一天在这儿待着都快自闭了 这个床我换了一个自己的床单和被套什么的 我之前本来以为给人隔离的这个房间 肯定能收拾的稍微干净一点 结果没想到我住了第一天 我没有换床单被罩嘛 我住了第一天 我的脸就开始过敏 长一些小红疙瘩什么的 我就赶快换上了我自己的 现在是早上七点半 能看出来现在是白天吗 给大家看看窗外是什么样的 那这个窗户它没有纱窗 所以我每天开窗都不能开太久 不怕见闻的 看这边是完全看不到太阳的 对面就是其他住户 这个饭店最绝的就是这个黎绿尖 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从哪出水呢 然后我把它打下 根本它就立不住 洗澡都要一直拿着洗 太惨了 发死了 拿着早饭 我最近都是早上吃完早饭 再睡觉 虽然早饭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每天吃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这个水煮蛋 如果能换成茶叶蛋 你就好了 等一下 来了来了 来了 来什么 嗯 嗯 上嘴 好 谢谢 辛苦了 嗯 刚做完核酸 捅得我这个鼻子好疼啊 现在是早上9点20 我再睡一会儿叫吧 睡睡一会儿中午前来吃午饭 养猪生活 2 hours later 2 hours later 啊 现在是水煮点 今天再放一张子 今天这个是粉蒸排骨吗 西红柿炒鸡蛋 这次应该是空心菜了吧 这个是空心的 我感觉每天中午的伙食呢 相对晚上来说好一点 啊 昨天晚上吃的呢 特别不好 中午还能稍微好一点 这个是 排骨嘛 嗯 啊 这排骨还挺好吃的 等一下 我看一看 再叫个零食外卖 上一次叫的零食全都吃光了 这次这个应该是空心菜了吧 嗯 这个菜一半 这个番茄炒蛋是咸的 我比较喜欢吃甜的番茄炒蛋 咸的 嗯 不行 嗯 刚才我看群里面发消息 说 我们现在就可以预约去打疫苗了 就是我们这14天隔离结束之后 自主自主管理的那段时间 好像就可以去打疫苗 之前零食吃完了 我又买了新的零食 买了这样一大包的锅吧 不知道好不好吃 哎 我觉得锅吧应该都不会难吃 还有薯片 和 把鱼包放在那 都要了这些 哎 晚饭来了 一个木耳炒肉 每次都是这个咸菜 和一个只有青菜的菜 今天这个什么鱼啊 哎 哎 我看人家的隔离仓都吃的可好了 我那怎么这么差啊 这个鱼太难吃了 有一股那种土形味 哎就是那种不好吃的味 哎难吃 大事不好了 哟哟们 今天上海 又有一例新的确诊 就在浦东机场 我家里面的社区跟我说 如果我是从浦东回通话的话 不管是不是境外回来的 先拉去集中隔离14天 哈哈哈哈 所以我如果 在上海21加7结束之后 我要回通话的话 我要先14天集中隔离 然后再7天居家隔离 我的天哪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家呀 我感觉我可以拍个电影了 人在窘途 慢慢归家路 何时能回家 哎我的天哪 我好惨呢 行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究竟小丽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